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没清楚他找柏林的真正原因 我们不要乱说话 铁马溜 你现在是不把我们佛山四大武馆放在眼里 只为师父 铁某绝无这个意思 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误会 你那天打上我的那么多弟子也是误会 你也太狂妄了 现在我们佛山四大武馆关主全都到齐了 你害怕了吧 怕 怕你们 我正大光明 有什么好怕的 哼 你嘴里说的不怕 实际上 你的心里早就发抖了吧 少跟他废话 今天好好教一教一他 让他别目睹无人 慢着 我们可不是恶霸流氓 我们这次来是要告诉你 佛山五馆的人全部是团结一致的 你侮辱张师父就是侮辱我们五馆全部的人 所以 这次找你 是约你三天之后 决一死战 好 反正有理说不清 这里人多 难免会伤及无辜 地点 你们定 好 胆子还不小 蜂窝亭 大空地 希望你准时赴远 别想逃啊 因为你根本就逃不掉 我们走 我们该怎么办呀 你和柏林留在这里 我出去看看 小心点 嗯 来 好 铁兄 别来无恙 黄师父 两位请慢用 请 好 铁兄 为何你会跟四大馆主结怨呢 哎 说来话长 反正我是一名过客 人离相见 每到一个新的陌生地方 都有机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个不必要的麻烦 但我都已经习惯了 对了 我怀疑 柏林可能是被人绑票 绑票 何以见得 应该没错 我找了这么长时间 差不多把整个佛山都搜遍了 可是就是不见他的踪影 照我看 不会吧 黄师父 有何高见呢 高见倒不敢当 如果是绑票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财 为何不直接说呢 是啊 黄师父言之有理 铁兄 我想问你 他是你什么人呢 黄师父 树在下有难言之意 总之这个女孩对我是十分重要 将来有机会 一定会告知黄师父的 现在就不要紧 铁兄 如果有这个小孩的下落 我一定通知你 请问铁兄 你现在在哪里落脚啊 铁某一向有如咸云野鹤 居无定所 还是改天我登门拜法吧 好 请 飞鸿 怎么样了 铁马流 正在找柏林 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看来 他不像是个坏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没有搞清楚之前 柏林还是留在你身边吧 好 嗯 飞鸿啊 柏林睡着了多可爱啊 小孩子真是天真啊 你 阿欣 姐姐 你叫我来这儿干嘛 姐 你生不生我气啊 我生你气干嘛 来 坐 因为 我跟十三姨的事 之前都没有告诉你 你觉得 之前做的事 没有告诉我 你认为我会生你气 是吗 嗯 那你知道我会生气 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变得这么尴尬 阿欣 你还记得 爹把我们俩托付给师傅之后 说了什么吗 我记得 爹爹说 我们姐妹俩 到了陌生的地方生活 一定要相互扶持 相信外面的人 还不如相信自己的人呢 亲情是最真实的 因为亲情 因为亲情是永远都不会被出卖的 阿欣 你记得爹爹的话 姐一早就原谅你了 姐 我对不起你啊 你原谅我好吗 姐 你原谅我 傻妹妹 究竟柏林是什么身份 铁马刘又和柏林是什么关系 这个很难说 我猜啊 铁马刘啊 可能是一个镖师 而柏林呢 很可能是他手上受托的一个镖 那就奇怪了 是谁委托他带柏林过来的呢 究竟去哪里呢 事情未搞清楚 我们不能让柏林 在外面露面 说的也是 现在做的就是等待真相 那柏林就要留在保值里一段时间了 嗯 姓铁的 别以为你在北方有点名气 就可以在这耀武扬威 这儿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铁某没这个意思 想必是四位馆主误会了 误会 我看你这姓铁的 早就瞧不起我们四大馆主了 哼 江湖规矩 你们过路的 怎么也得跟我们主家 打打招呼 套套交情 你是存心闹事儿吧 你 朋友 不是我们存心来找查 可这事你做的也太不同人情了 你出手打上张使的事 已经传遍整个人 难道我们还有冤枉你吗 我哪有打上张管主 哼 有理说不清 四位言下之意 让我铁某怎么做 你们才能满意呢 哼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我们四大馆主的厉害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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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抓住此人者 赏银五十两 黄师傅 黄师傅 师傅 我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门口贴了一张通缉令 好像是铁马溜 打伤了佛山的四大馆主 现在官府正通缉他呢 铁马溜与四大馆主 切磋比武是很平常的事 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又怎算犯法 那官府为何缉拿铁马溜呢 我也觉得奇怪啊 江湖上比武也有比武的规矩啊 总不能把胜利者当做犯人呢 那师傅每次比武都赢 那师傅也是 你想说什么 是 我去练功啊 就这个原因 现在官兵在外面 到处通缉铁马溜 想不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可惜渣大人不在啊 我们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官府如此张扬 不知铁马溜躲在哪里啊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要好好照顾柏林 对了 能不能联系上柏林他的父母啊 我有一个预感 衙门通缉铁马溜 应与柏林有莫大关系 不会吧 你想一想 铁马溜 一直不肯说为何要找柏林的原因 而柏林就在铁马溜身边 其中 一定有古怪 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 铁马溜说柏林不是从英国回来的 他这么说什么目的啊 整件事的真相 最清楚的应该是柏林了 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应该主动一点 找铁马溜出来问清楚啊 不行 现在官府四处找他 他已成金弓之鸟 这样逼他是不适宜的 那该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 现在 只好找民团 四处打探铁马溜的消息 到时候 我亲自找铁马溜问清楚 只有这样做了 十三一 照顾柏林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有你在这儿 我什么都不怕 那你也要小心些啊 我会照顾自己的 最近铁马溜被官府通缉 大家有什么看法呀 说说吧 我曾经跟他有一面之缘 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的 应该不会做什么 为非作歹的事吧 阿信啊 你怎么没了一个扎帮布 又来一个铁马溜啊 你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招打呀 听说这个铁马溜啊 他的功夫很厉害的 一圈就把人犯打倒了 我很想见识一下 这个铁马溜能有多厉害 他就是再厉害 能有咱们师父厉害吗 其实我的想法嘛 也跟世荣一样 我也想找他好好比试比试 但是四大馆主连手都输了 你们几个能跟他过得了几招啊 没试过 怎么会知道呢 世荣说的对 没试过 怎么知道呢 他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我倒也想找他试一试 其实当务之急 是不是应该先把他的人找出来才对呢 对 现在我们就要把他给找出来 哪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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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这么小 他能躲到哪儿去呢 我们分两组 把他找出来 对 世荣说的对 现在吧 我们有六个人 六个人呢 应该分成两组 去找 对 对 对 阿荣 阿七和阿卫 他们仨一组 阿宽 我 阿新 我们仨一组 哇 哇 说什么笑话呢 你会武功吗 去找打呀 哇 哇 好玩吗 好 现在 阿七 阿荣 阿卫 你们三个一组 然后 我 阿苏 阿新 我们三个一组 现在 我们就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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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的 不是我帮她 打小偷的那种 阿卫 这间破庙 一眼就看穿了 什么都没有啊 奇怪了 官府到处找寻 铁马刘又不在这里 他会在哪儿呢 阿卫 我们找不着 就回去吧 要不然 师父知道了 我们会挨骂的 喂 现在你知道怕了吧 这个是你自己 要跟着来的 我 阿坤 我们找不到铁马刘 就算了 你干嘛非得 跟别人比试啊 我们又不是 跟他有仇 那是因为 整个镇上的人 都说铁马刘的功夫好 还说 南方的功夫 不如北方的功夫 所以我一定要找他 比试比试 况且 南拳对北腿 谁还不知道呢 但是你总不能 你们不要吵了 好不好 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 铁马刘肯定不在这儿 对 我赞成阿新说的 好好好 要回去 你们俩回去 我是不会给我师父 广东石虎的威名的 广东石虎 莫非 他们是王师父的徒弟 我听铁马刘说呀 他正在找一个 六七岁的小女孩 我想 他一定有什么苦衷 才会被官府通缉的 什么 他在找一个小女孩 对呀 真的很像干姐姐的女儿 我还看过 他的巡人画像呢 什么实在意的女儿 他只不过见到 自己喜欢的人 喜欢叫爹娘而已 爹娘而已 我们宝之林的武功 向来都有名望 自施功至今 连师父都享于圣名 那我也想尝试一下 北方功夫啊 你说的简单 铁马刘现在在哪 我们都不知道 你怎么找他去比试啊 奇怪 现在官府四处通缉铁马刘 他到底在哪安身呢 我们现在白说也没有用 继续找吧 天下之大 怎么没有我铁某人 容身之处啊 黄飞红贵为广东石虎 竟然交出你们这些 义取用事的徒弟来 真令人失望啊 你说什么 趁人之危 岂是君子所为 我们只是想印证武功 别无他想 你们走 好好好 我今天就不跟你打 走 你不打了 你不刚才说要跟他打吗 别说了 回去告诉你们师父 明天我去保之林找他 可能他们吃夜宵去了 我感觉啊 今晚有种不祥的预感 飞红啊 我没事 他们都长大了 不要这么担心啊 这几个调皮鬼啊 我怕他们在外面闯祸啊 师父 师父 你们这么晚去咋了 说呀 师父 我们今天出去的时候 听外面的人说 铁马溜的功夫很厉害 他一个人就把四大观主 打得落花流水的 对对对 铁马溜功夫好不好 关你们什么事 你们去挑战他吗 是啊 师父 师父平常是怎么教你们的 趁人之危 这是无者所知态度吗 现在全佛山都在找他 这是大丈夫所谓吗 其他人去哪了 他们也出去找铁马溜了 退后算了 别怪他们啊 那你们见到铁马溜了 见了师父 但是让他给跑了 他可能一听我们是保质林的人 就吓跑了 是啊 吓跑 人家是给你们师父面子 你们上门找他 太不自量力了 不做也做了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提起 关于柏林的事啊 好像 好像什么 我好像听天马溜说 他在找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我也跟他说过 保质林最近来了一个小女孩的事 你好像还说 那个小女孩一高兴就管人叫爹娘的事 废红 铁马溜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找上来了 师父 铁马溜说他明天要来找你啊 这样 阿欣 你陪十三姨把柏林看好 是 师父 姐姐 还站着干什么 林捕头 保质林好像还有人在 要不要咱们去打个招呼啊 不用 我已经跟黄师父说过了 他答应让民团的人帮咱们找铁马溜 要是再找他的话 不是不相信他们了吗 走吧 黄师父 他们是您的徒弟吗 我黄飞红教导无方 得罪之处请多多原谅 那他们两个这是 从而我里得罪铁兄 你当受罚 黄师父这乃君子 刚才铁某误会黄师父了 真是不好意思 铁兄见笑了 嗯 还不赶快向铁师父道歉 是师父 铁师父 对不起 不敢 还有一个姑娘呢 阿欣是我徒弟 她有点累了 去休息了 铁师父请坐 去喝杯茶了 请 好 阿苏 看茶 是 师父 铁兄 我来给您介绍 这位是我的十三仪 请 请 铁兄 我辈分比飞红高 但是我们一起长大 所以没有尊卑之分 希望你不要见怪啊 十三仪莫见怪 铁某乃是一思想古话之人 没见过什么世面 莫见孝 铁兄 官府找人四处捉拿你 到底发生何事 黄师父 你是不是答应官府 将我缉拿归案呢 官府找我 我黄飞红身为民团总教练 只好勉为其难了 原来如此 我铁某行走江湖 早就预测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黄师父 早前几天 我给您提过的事情 不知道有没有眉目了 你是说那个小女孩吗 你说的那个小女孩 就在宝质林里边 有那么多人来过 我也不记得 这里边有没有叫柏林呢 这位兄台 你也知道这个小女孩 叫柏林 你怎么乱说话 铁兄 我曾经把柏林的事 说给他们听 所以他们就都知道 我把全佛山都找遍了 可是就是找不到 外面风声很紧 铁兄 你要小心啊 多谢黄师父提点 我会小心的 铁兄福大命大 想必一定有化解之法 那我也不打扰了 过两天再来 等着好消息 一定 实在意 看来铁马溜起疑心了 明天马上把柏林带走 另外 我叫阿威阿新陪你们 我也这么想 事不宜迟 马上行动 你要找的女孩就在补治你 你终于承认了 铁兄 千万不要怪肥虎 是你不坦白在先 柏林又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做事不够光明磊落 我怎可把柏林交给你呢 你怎么知道我做事不够光明磊落 一直以来 你并没有透露 为什么要找柏林 所以我才有此举动 好 我告诉你 我受女孩叔父所托 把她带到她爹身边 据我所知 柏林的父母在英国 并没听说她有叔父 你为一个小女孩搞得满城风雨 看来事情并不简单 简单也好 不简单也好 柏林既然在宝之林 就麻烦黄师父把她交还给我吧 我觉得交与衙门处理最好 黄师父 你想抓我 对吗 铁兄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要我不误会 请把柏林交还 恕难从命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走 龚哥 走啊 哎 有师父在这儿 还有你动手吗 就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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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让师三姨把柏林藏起来 师父 明天要不要带民团的人把铁马溜找出来 不用 你们早点休息 我有分寸 是 师父 明天要不要带民团的人把柏林藏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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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麻烦哪儿去了 我去找麻烦哪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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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亚希快起来 玻璃不见了 这两天你去哪里了 急死我了 我和另一爹在一起呢 另一个爹 玻璃 快走 放下玻璃 原来是保之林的人 一马流 追 十三一 渣大人来得正好 我有些事跟你商量 发生了什么事情 玻璃被天马流抢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 渣大人坐下来说 好 请 十三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渣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玻璃不见了 于是我就来到了后院 我看见铁马流抱着玻璃 可是我们根本阻止不了 于是 玻璃就给铁马流抢走了 其实我早就怀疑铁马流的真实身份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黄师傅 你有没有听说过拜火教这个名字 我略有所闻 据说拜火教是一个邪教组织 他们拜的是火神祝容 而且教主是一名小女孩 传说有刀枪不入的神功 黄师傅 果然是见识过人 但是他们还有更见不得光的事情 正在干 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陀佛 你解释给黄师傅听 是 大人 拜火教 他有一个人神共愤的习俗 他们会把无辜的小孩拿来祭天 他们认为火神就会保佑他们 那玻璃会不会有危险啊 十三仪 你不用担心 玻璃应该会没事的 放心 民团阿关他们都在找柏林 我相信柏林还在佛神 我这次回京接到命令 这个拜火教在我们广东的势力正在逐步扩大 他们幕后的主脑人物就是洋人 利用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 然后趁机入侵我们国土 所以我们势必要在他们势力形成之前 先行将他们全部铲除 竟然有这种事情 我怀疑 这个铁马溜 一定是拜火教的信徒 铁马溜是拜火教信徒 对 十三仪你放心 铁马溜肯定还在镇内 我们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铁马溜如此在乎柏林 那柏林在拜火教的地位很重要 所以不会拿来几天 对 二位 为了本镇的安全在公在私 扎某定将铁马溜缉纳归案 王师傅 十三仪 扎某告辞了 请 道辞 见过这个人没有 说实话 见到了一定要报告官府 知道吧 玻璃 铁叔叔 我病了 我病了 铁马溜 给我追 快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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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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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甘姐姐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十三医只是忧虑过度 吃起不要就没事了 二位 去帮十三医尖药 是 师父 师父 甘姐姐的病到底严不严重 心病还需心药医 等柏玲回来 她自然就没事了 柏玲 你怎么了 我爹身上 柏玲 你在发烧啊 我好冷 这么烫啊 别怕别怕 孩子别怕 来 盖上去 来 柏玲 不要怕 叔叔现在就带你去保之林看病 柏玲 你顶住啊 马上就到保之林了 孩子 一定要顶住啊 保之林就要到了 顶住 快到了 这就到了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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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跑不掉了 你已经被我们重重包围了 林捕头 现在柏玲身染重病 我只想亲自把他送到保之林去治病 回头我就跟你去衙门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把柏玲交给你 总该相见了吧 快抓下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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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别动 放手 好 ная 林木桃 我求求你了 我离现在重病在身 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跟你磕头了 带他去保之灵 走 是 做事了 快点 师傅 有人上门 你的意思我去开门啊 快去开门了 还站在这里 老师傅 师傅 柏林回来了 老师傅 老师傅 柏林 帮你把他招开门 你去开门 你去开门